蓝结英 蓝结英 蓝结英未出版 自传手稿曝光 蓝结英未出版 自传手稿曝光 新浪文女逊 造型亮丽被封为亮觉舞台山的喷鼻 刚女星蓝结英本月3日凌晨 被警方发现在家中身亡 小年55岁 早年走红 虔诚阴郁 的她 一阴西时 遭影谈大年夜 歌姓亲工作 成为毕生辉之不去阴影 近日有港媒曝光她3 4年前来不迭出版 的自传手稿 她写下恶人友善报 若然未报 时刻未到 仿佛暗示心坎冤愁 未消 蓝结英但出演一圈多年 不少对于她的人生故事也被使有 第一 曝光 除了心前吃恋人 是透露 蓝结英其实一心想付出外 也有港媒曝出蓝结英3 4年前曾动逼写了不少草稿 无心集结成策推出自传 近年来外界传达 她肉体气况不佳 但从所利用的文字看来 蓝结英其实文笔不俗 思路了了 报道指出 蓝结英在自传中 相当怀念20多年前谢氏的双亲 她说以前父亲曾帮她录下演出的剧集 蓝结英过后自然体现不佳 也不成情 父亲的好心 有天还动手将这些录影带打包丢掉 落 现在 想来很懊悔 她也透露过去拍过一部戏 小本 请求 她要在镜头前崩溃大年夜 哭 但因从小家庭教导 蓝结英被请求 要坚强 才在编剧在许下改成演出始终压力 心坎 眼泪往肚子里吞的样子 可见她从小在如许严厉的家庭中长大年夜 蓝结英9日举行追思会 好友透露方米流程 金庸的话概括她的一生 据蓝结英被发现在家中去世已经过去五天了 很多粉丝和影迷对她的孤独迷失依旧不能释怀 蓝结英的去世似乎勾起来人们很多的回忆 坦白说 有很多的影迷是在蓝结英去世之后 同情蓝结英的遭遇才逐渐劳补她的作品和她过去的经历 前半生和后半生的落差是人们对她惋惜的感慨 蓝结英去世之后 很多无良媒体的报道缺乏事实依据 为了博取眼球 将狗仔抓拍到的蓝结英落脱街头的照片当作侧热度的工具 杜撰了很多不时的谣言 但蓝结英晚年的生活窘迫却是事实 单从她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的亲人陪伴 就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心痛 她走得如此着急 没有留下任何的话语 好在她这一句 不用再受身心的折磨 在香港演艺人协会和蓝结英生前所在的赤柱圣亚纳天主教堂 以及蓝结英的姐姐在商量之后 应于11月9日在圣堂为蓝结英举行追思会 追思弥撒 蓝结英的姐姐蓝结英希望逼得伴侣妹妹的丧礼 而她本人也将会出席蓝结英的送别仪式 11月7日下午 蓝结英生前的好友罗家英通过个人微博 向关心蓝结英后世的影迷 透露丧礼的相关流程 罗家英称 关于蓝结英的身后事 目前是这样的 由林建明与蓝结英的姐姐联系 并于星期五在赤柱教堂做弥撒 之后火化 教会有地方安置她的灵徽 罗家英说 这是她从演艺人协会那里得到的消息 爱护蓝结英的朋友可以安心的 有主的照顾 她安息的 至此 关于蓝结英的身后事基本的弱病 只是人们对她的怀念却会一直流传下去 人们习惯将蓝结英的人生分为前后两段 前半生的轰轰烈烈 和后半生的境遇形成鲜明的对比 也正是她追求内心的真我 才以这样的方式终此一生 我想用金庸先生的一句话可以概括蓝结英的一生 人生就是大闹一场 然后悄然离去 蓝结英曾经志气VB力捧的当家的花旦 曾经一年街拍十余部戏 可谓风光无限 去世之后能有这么多人怀念她也是源于她的演技和作品 使然到最后悄然离去惹人心痛至极 这几天很多的影迷媒体都会关注蓝结英的事情 有时就在想如果以前可以去看看她多好 和她聊聊简单快乐又积极向上的事情 其实这也是在提醒我们生死有命多关心身边的人 不要总说以后 以后或许真的就会没有以后 蓝结英走好 徐苑来世 幸福与快乐相伴 11月4日港星蓝结英在家中突然去世 这又让网民来了一波回忆 今天秋天接二连三的出世 网友们都说今年的秋天是个多事之秋 明星的喜事不断 然而明星去世的消息也是一个接一个来 从李勇看来失败病逝到金庸先生的死事 然后就是蓝结英在家中突然死亡的消息 让很多人都有点接受不了 纷纷都表示这到底是怎么了 蓝结英去世后 关于她的话题也是接连着来 这时候小烟觉得 要是蓝结英卧视的话 大家可能都不会去关注她 当然也包括网友爆料她患有精神病 而精神病的原因就是被圈内养位大佬所变怒才导致的 小斌之前也听过这消息 之后也被压了下去 最后只是用她精神有问题这个借口给掩盖了 既然人死不能复生 我们现在关注的应该是蓝结英的葬礼要如何安排吧 也就在蓝结英去世的第二天 古天月就在微博发文 声称她会代表演艺协会的人 联系蓝结英家属提供帮助 并协助家属一起办好葬礼 也会紧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处理蓝结英的身后事 也就在当天终于联系到了蓝结英的姐姐 并在当天上午到宴时房人师和搬离手续 对蓝结英的姐姐来说 妹妹的理事肯定是伤心的 面对记者的提问 姐姐现在可能也没心思去回答 姐姐想到肯定就是妥妥当当把妹妹的葬礼给办好 让她安心上路 据最新消息 蓝结英的葬礼会在11月9日晚上8点举行 而蓝结英的姐姐也希望妹妹的葬礼不想让人给打扰 因为蓝结英生前就没受到平等的待遇 希望在她死后不再被人给骚扰 也不希望众名人前来打扰 可以让她安安心心地走完最后一段路 小编也认为蓝结英的姐姐说得对 活着本来就没受到好的待遇 最后的一程路还是让她安心地离去 而不是再被人当成精神病 希望蓝结英一路走好 天堂不会有不公平 来生不再遭遇不幸 蓝结英葬礼的日子已经定好 她姐姐的一个要求众明星们沉默了 在2018年的10月4日 因为著名的影星蓝结英在自己的家中去世 去世的消息出来以后 让娱乐圈又掀起了一波回忆沙 只能说今年的秋天真的是一个波士之秋呀 明星去世的消息也是一波接着一波 从李勇十七个月的抗来到金庸老先生的离世 然后便是蓝结英在自己的家中死去的消息 这些消息出来也是顿时让网友们炸开了锅 纷纷表示这个秋天到底怎么了 其实蓝结英没有去世之前 还是没怎么有人关注她的 自从蓝结英去世以后 关于蓝结英的话题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其实小编觉得如果蓝结英没有去世的话 可能大家都不会关注到这个人 甚至包括有网友还说他患有精神病 但是他的精神病是因为被圈内的两位大佬变故所患上的 之前其实也听说过一些关于蓝结英的消息 但是都纷纷被压了下去 最后只有他精神有问题 这个借口掩盖了所有的事实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 现在大家更关注的应该是蓝结英的后事到底要怎么安排 就在10月5日的上午 古天悦在自己的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 声称他会代表演艺协会的人 联系南京的家属 并且提供葬礼的协助 帮助他们的家属一起办好这个葬礼 也会去尽力地帮助蓝结英处理好身后所有的事 但是似乎还是有一些网友不买账 因为他们觉得人死了以后才能做这些没用的东西 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对他多点帮助呢 因为古天悦和蓝结英是在私下 并不是很熟 两个人几乎是没有任何交际的 可能只有去世的消息传出来以后 古天悦才注意到他 不过古天悦与他没有怎么有交际 能帮到他这种地步应该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吧 在10月的5日 南京的姐姐也终于被大家联系到了 并在当天的上午去验尸房认识 并办理了相关的所有手续 对于蓝结英的姐姐来说 他妹妹的离世必然是非常伤心的 但是面对大批的记者提问 想必她的姐姐也没有心思去回答吧 现在她姐姐想着应该就是将自己的妹妹的葬礼 妥妥当当地给办理好 根据最新的消息 我们得知 蓝结英她的婚礼将于2018年19月9日上午8点钟 在天主教圣亚纳堂举行 由陈志明副教授处理 而蓝结英的姐姐 似乎并不希望这一场丧礼被太多的人所关注 因为蓝结英在取水的时候 就没有受到过平等的对待 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妹妹在死后还不得安稳 所以不希望有太多的明星前来打扰 只希望她自己的妹妹可以安安稳稳地 安详地走完最后这一段路 其实她的姐姐这么想也没有错吧 因为蓝结英在活着的时候过得就挺不安稳的 最后一段路的路程 希望蓝结英可以安安静静地离开 而不是被人们当成神经病 希望蓝结英一路走好 来生不走也不行 不再踏入这个混乱的圈子 你们对于蓝结英的后事是怎么看的呢 作者 爱吃瓜的小黑 本文由牛牛一个圈啊创作 月后如果喜欢 不妨关注 点赞和评论 谢谢 本文图片埋自网络